云林卖辽有民众太粗心了 不小心丢垃圾 把家中重要的文件还有十万元现金 全部丢进了垃圾车 家人发现后是赶紧联系精洁队 队员也牺牲了下班时间 就在堆积如山的垃圾中 翻找了将近一个多小时 才终于找到这笔重要的遗失物 好几名的清洁队员 都已经过了下班时间 还不下班 大家忙着在堆积如山的垃圾山中 动翻西找 要帮民众找回遗失物品 原来一位灵性民众 日前倒垃圾时 不小心将家人的重要文件 和十万元现金 一起丢进了垃圾车内 周家人发现东西不见了 惊觉糟糕 立刻打给清洁队求助 由于垃圾车收到垃圾后 都是当天载运网焚化炉处理 清洁队员也当机立断 立刻打电话联系同仁 幸好赶在最后一刻 成功拦截 车子已经到达那个焚化炉了 可是焚化炉时间在等候 所以还有时间回头 能帮忙找回民众遗失的宝贵物品 清洁队员都非常的开心 而施主也非常的感谢 多亏有了清洁队员的大力帮忙 才能让他们失而复得 借过争议云林报导